酷酷大家好 我是楊晴 我定期來都會收到一種信 就是問我說 楊晴我感冒了 請問我現在該怎麼辦 或是問我說 楊晴我感冒了 請問你可以拍你的感冒藥給我看嗎 或是跟我說 楊晴我感冒了 可是我的髮文不好 我要怎麼去找我的醫生 好 以下這些問題就是有關於法國醫療的 所以今天這集的話 比較偏向是給那些未來會來法國 或是你現在已經住在法國 或是你將來長期會住在法國人來看的 然後這集主要講的東西都是以我自身的經驗 跟我在網路上查到的資訊 下去做一些整理 可是我不敢確定是百分之百正確 所以如果我有講錯 請在下面糾正我 然後如果你有什麼想要另外補充的話 也請你在下面留言 讓大家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可以更快的獲取資訊 因為在醫療這個部分的話 我真的查很多資料 真的很難很難理解 因為畢竟不是我們自己的國家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首先呢 我們先來聊學生保險這一塊 學生保險的話 通常會在你繳交註冊費的同時也一併繳交 然後在法國的話 只有兩個體系可以選 然後這兩個體系在法國各地有不同的服務處服務公司 然後名字都不太一樣 像我選的這間公司 他叫做Smeno 他在這裡 呃 這裡 S M E N O 這是在諾曼蒂地區的話 普遍都是這一間 這兩個體系有什麼好跟壞呢 你就會想問 我回家的時候我就是問阿宅說 欸我今天選了一個我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耶 這樣是好還是不好 阿宅是跟我說 其實這兩間是差不多的 所以 沒有一個比較好 一個比較壞 其實選哪一間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通常在你選擇完這間公司之後 他們會派代表來學校 或者是 我不知道其他學校有沒有不一樣 我們學校是他派的代表來學校 在某個特定時間 他會要你去繳交我的出生證明 跟一些基本資料 護照的銀本阿 什麼之類的 繳交之後 通常的話 我們就是等到這一張卡 它叫做 VITAL 然後這張卡片的話就是 類似台灣的健保卡 可是這張健保卡 真是得來不易阿 我第一年的時候 我繳完之後 我發現我完全沒有收到 我不知道是因為 是只有我還是 普遍來講大家第一年都沒有收到還是怎樣 通常這兩間學生健保公司都非常的亮光 在法國裡面的評價不是很好 像他們搞丟了我的出生證明兩次 所以大家如果要準備出生證明的話 記得多準備幾份 因為你真不知道意外什麼時候會發生 是的 他們把我的出生證明弄丟了後 然後我真的一整年我都沒有收到這一張卡片 這張卡片是我在法國的第二年我才收到 我沒有健保卡 我要怎麼看醫生 我就是帶著我的繳費證明 去看醫生 每次都要帶繳費證明 就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而且我還有遇過我拿著我的繳費證明 去藥局拿藥的時候 他跟我說你這個不是健保卡 然後我就說因為我沒有收到健保卡 然後他就說那我沒有辦法給你退費 我就變成我當場要繳費 好險我那時候付的那個藥費沒有很貴 不然我應該會很生氣 好 那在我繳完學生健保之後 我能不能用我的健保卡去看醫生 在我沒有繳任何額外的健保費的情況之下呢 是可以的 在網路上我查到的是 他可以退百分之七十 所以等於說你要自費百分之三十的意思 可是這又會依照你看的 醫生不同或是拿藥不同而有所變化 不是全部都是退百分之七十 有些藥他有補助 有些藥沒有補助 我有試著去看說要怎麼看那個藥有退多少 可是我實在是看不出來 因為他說上面會有什麼顏色貼紙 來分什麼有退百分之三十五 或是退百分之六十 我實在是看不太出來 所以如果有想問退費的問題的話 還是直接去問Pharmacy的那個小姐 問他們說我如果買這個的話要自費付多少錢 好 那這個時候可能會有人問說 我要怎樣才可以達到百分之百退款 因為我可能會很常生病之類的 我一開始來法國的時候 其實我是帶著病來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病的話趕快醫 不要拖著病來 我們那時候阿宅就帶我去我學生證上面那間 保險公司 學生保險公司的辦公室 直接去跟他們保 額外的健保 因為通常一般的法國人 他們也會額外的保健保 因為他們通常會想要百分之百啦 因為像他們如果看牙齒阿 看眼睛什麼 那種醫療比較貴的東西 以防萬一嘛 大家還是都會保百分之百 好 那個時候我們到辦公室之後 那個小姐就給我們看很多不同的方案 看 你可以看你想要哪一種方案 下去繳不同的費用 對 費用是不一樣的 然後在你選擇完方案之後 你就會收到一張 類似這樣的信 因為上面有我的資料 所以我只能給他們看 就類似這樣的信 就是這間公司 然後 它上面會有說我的繳費期間 所以這算是一個我保期的證明單 然後它還會再印一張這種東西給我 這是我所選的那個方案 我所選的方案 然後像是第一個百分之百就是所謂的加一 然後第二個是pharmacy 就是藥局拿藥 第三個的話就是去醫院的樣子吧 我也不太知道 然後第四個的話應該是牙齒 然後第五個的話這個應該是眼科 你看他們保的就不是百分之百退款 所以要看你所需要的是什麼而去選擇 那我保的費用是多少錢呢 我保的是一個月十一歐的方案 然後在第一個月的時候 你必須繳兩個月的費用 所以我第一次繳費的時候 我是繳二十二歐 我一個月繳十一歐 那你會說十一歐很貴耶 你看十一歐 然後你保一年很貴 對 可是 這邊的醫療很貴 像是我去看一次加一科 就要三十歐 基本上拿藥它不是像台灣是給你配好的 而是給你一盒一盒一盒 你自己配每天自己喝每天自己吃這樣子 所以說 光這樣拿一堆藥 藥三 拿下來的話 大概就快要也是快要三十幾歐 所以這樣一看醫生跟拿藥就要差不多六十歐 六十歐 然後我可以全退 然後如果你是用學生的話 你可能只能退百分之七十 對就是看你自己的選擇 你想要選擇是哪個方案 你想額外保不額外保是自己的選擇 沒有人逼你 所以我只是給你們參考 然後就像我剛剛所講的 他們沒有給我保險的綠卡 所以我每次去看醫生我都要帶這兩張 一起去看醫生 好的 那我現在就來分享一下我在這邊看醫生的經驗 我在這邊看了兩次加一 一次皮膚科跟一次婦產科 如果你有追蹤我instagram的話 你就會看到我就是去看了婦產科 為什麼我去看婦產科呢 並不是因為我懷孕了 而是因為我的經期非常非常的不穩定 我現在變成兩個月才來一次 然後我想要拿避孕藥來調精 可是這邊的話沒有辦法直接去藥局跟他拿避孕藥 必須要醫生的手寫藥單 你必須先去看診 你才可以去拿藥 好 那我就去預約了婦產科 然後我看完之後我就拿到了醫生滿滿的手寫三張信給我 為什麼是三張呢 第一張是藥單就是 就直接去拿藥的藥單 第二張是驗血單 為什麼我要驗血 因為醫生他沒有辦法在整間裡面確認說我懷孕了沒 因為他們沒有超音波 我覺得這是法國 蠻麻煩的地方就是 他們在小燈所裡面有很多設備他們是沒有的 因為他們是那種私人診間 所以有很多東西你必須 透過這個醫生幫你引進到另外一間診所 或是給你藥單要你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像是你看加一 如果你做任何事情你都必須先看加一 你手術想要開刀 你必須先去看加一 加一確認OK之後他會寫一張手寫單 然後你才可以去別的醫院做其他的事情 就像我這一次 我就要去驗血 可是我沒有辦法在那間診所驗血 我必須拿著我 醫生給我的手寫單 去另外一間有驗血設備的診所去驗血 這就是法國很麻煩的地方 之一 之一 然後第三張單子就是 因為我要回台灣 所以他幫我開長期的藥單 所以我就可以拿比較長期的藥 可是也不是所有的醫生都需要透過加一 像我那時候看皮膚科的時候 我也是直接上網預約 可是我等了三個月 如果你有耐心的話 我覺得這是法國另外一個麻煩的地方 就是有些地區的醫生 像在法國很多醫生都集中在南部 因為醫生有錢 有錢就是可以任性 然後他們又很喜歡曬太陽 所以他們很多當醫生賺了錢之後 他們都搬到南部去曬太陽了 所以變成 中部與北的地方醫生 醫療資源醫生會比較少 然後男髮的話醫生就會比較多 像我們這邊最難預約的就是皮膚科 然後再來就是 牙科 然後再來就是 眼科 尤其是眼科 是最難預約的 眼科可能要等到半年之久吧 所以如果你有什麼 眼睛的問題啊 近視啊什麼的 或是你長期待引起眼鏡 因為這邊戴隱形眼鏡的話 都需要有醫生的看診單 你才可以去配眼鏡 還是可以拿隱形眼鏡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還是建議大家 你有固定戴的品牌 你就多帶幾副來法國吧 好的 再來我要告訴大家 我是怎麼在法文不好的狀況之下 而預約到了醫生 在開始之前 我必須先感謝一個人 一個人 他叫做阿伯蔡感靈陽 對 他在我一開始 來法國的初期 真的很感謝很感謝他 他丟了很多很多 相關資訊給我 不管是 任何任何的資訊 很多 非常非常的感謝他 阿伯 雖然你很常講話 我都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可是 你真的是一個好人 如果你有來諾曼蒂的話 拜託 讓我請你吃飯 好的 我首先第一個要介紹的網站 他叫做DoctorLib 然後這是他的首頁 你可以看到這邊需要填兩樣東西 第一個是你所需要醫生的類型 像是你要找家醫科 你要找婦產科 你要找皮膚科 你就打第一個 第二個是打你所居住的城市 看你要打城市名稱 還是你要打郵遞區號都可以的 舉例來說 像我現在如果要找婦產科醫生好了 然後我就在這邊打婦產科醫生 然後我就在這邊打空 然後我就按搜尋 然後為了節省時間 我已經先在另外一個網頁找好了 這個的話我搜尋是家醫科 然後一樣是找我這個城市 然後就可以看到 這個很清楚就可以知道 就是一樣馬上就可以預約 所以就是在你不用跟醫生講法文的情況之下 你也可以預約的網站 那 如果我看不懂網站的法文怎麼辦 那很簡單 我就是把法文直接翻譯成網頁 直接翻譯成中文 對 這樣子就 多多少少應該都可以猜到意思吧 好 然後現在我現在看到有兩個不一樣的介面 一個是這個 就很簡單你點進去你就照他的步驟 直接點到最後一個步驟 應該沒有很難 因為連我都可以使用 你們應該可以使用 然後 第二個網站是這個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就是指說 他這一段時間的 紅袋部都已經滿了 你必須等到這個日期之後 你才可以去預約 好 那好 我想預約現在這個醫生的話 那我就點他 點他之後發生什麼事 他這邊第一行的話 看不懂沒關係 就直接把它翻譯成中文 他這邊第一行就是寫說他的價格和付款方式 所以你必須先知道說 你的醫療健保有沒有符合他的需求 然後基本上一般來講都是可以使用的啦 除非有什麼太特殊的例外 有什麼特殊例外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只要有那張綠卡 或是你拿你的腳會證明 我基本上我第一年沒有綠卡的時候 我也是可以看醫生 然後我第二年拿這張保健綠卡的時候 我也可以看醫生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地方 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他的位置 然後第三個的話就是這邊在線預約的話 他會需要你填原因 然後通常看加醫就是看醫療 一般醫療諮詢 就填第一個就好了 可是像我要去看婦產課的時候 我預約上面的原因沒有我要的 那我就隨便點了一個 反正我去的時候 我到時候再去跟醫生解釋說 我其實想要選擇什麼 可是上面沒有選項 就好了 沒有什麼太自私的規定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害怕 然後這邊一樣是選說 你想要預約的時間 你就點下去之後 他就會要你填一些資料 你填完資料之後 然後也等於是說他會 你填完資料之後 你會變成這個網站的會員 你變成這個網站會員 你都透過這一個網站下去做預約動作的話 他的首頁會變成像這樣 像如果這是我登錄的話 我這邊就會有一個 我的以前預約過的皮膚科醫生 醫生的名片就在這裡 你下次要預約的話 你就直接按他就好了 因為通常這邊的話 不會一直找 一直換醫生 好 然後這邊填完之後 他就是發號碼 給你驗證你的帳號 什麼之類 就是跟一般 申請會員的流程是一樣 反正就是 點到最後繼續 點到最後 驗證 然後患者訊息 他就是要你填 一些你的基本資料 生日幾歲 有沒有什麼病 什麼之類 你填完之後 結束就結束 然後就預約 你就會收到一封信 寄到你的email裡面 就說你預約成功了 然後不要忘記 你的home day vo 跟醫生有約喔 就這樣子 非常簡單 然後第二個網站的話 也是 第二個網站的話 他叫做 MontDoctor 他也是 一個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預約醫生的網站 我有用過其他網站 只有這兩個網站 比較 比較好用 就是謝謝 阿伯感林陽 謝謝你告訴我 這兩個網站 這兩個網站的話 基本上對於 不會講法文 你只要把網頁翻成 中文的話 就是可以預約 所以不要太擔心說 我怎麼辦 我不會預約 沒有這麼的難 然後再來我要介紹 第三個網站 他叫做 Pajjun 他就是 黃頁 就是台灣以前的黃頁 電話部有沒有 他的網頁就是長這樣 一個半笑臉的感覺 然後這邊的話 你可以打任何的東西 你想找 任何東西都可以 你要找 你鄰居 你就把你鄰居的名字打上去 然後 在哪裡 你就打 在哪邊 像我如果就寫空 然後他就會出現 像我如果我打 阿宅他的名字上去 他就會出現阿宅他家的地址 就是這樣 就跟以前的電話部是一樣的 所以你想要找任何的東西 你要找學校 你要找飯店 你要找醫生 這個網站也可以直接 上去做預約 可是這個網站的範圍 我覺得比較大 我還是比較習慣 前面介紹這兩個網站 所以如果你想找醫生的話 基本上這三個網站 應該都是可以讓你 能比較快速的 去預約到你的醫生 你不用再透過電話 不用再透過朋友 去幫你做預約的動作 然後 雖然說醫生很多 還是不太會講英文 可是 他們基本上 人都還蠻好的 像我的主治醫生 我的嘉義的那個醫生 雖然他的網頁上寫說 他會講英文 可是我們到現場 他還是不會講英文 可是他人很好 他非常喜歡史努比 他的整潔裡面 全部都是滿滿的史努比 我覺得他非常的可愛 然後再來 我要介紹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 它是什麼呢 它是 就是我們都知道在法國 禮拜天 他是任何店都不開門的 就算是Pharmacy也是一樣的 那如果你在禮拜天 或是你在國定假日的時候 你特別突然需要用藥 那怎麼辦 我當然是希望大家 不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如果你有帶小孩來 像小孩突然發燒什麼的 你需要用到藥的話 那你就可以上網去搜尋 國定假日 或是在禮拜天 一定一定會有一間藥店 是24小時開門的 如果你緊急臨時需要用藥 你就可以去那一間 可是 數量不是很多 可是 他算是一個滿便民的服務 然後通常 法國人的話 他們會直接打電話給警察 說請問現在有哪一間是 請問現在有 farmacy de garde嗎 然後 他們 警察就會告訴他們地址 可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不會講法文的 或是法文講報 或是講電話 其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那我們要怎麼找到 有開店的 在假日開店的 farmacy 我們就是用網站 要怎麼搜尋呢 你就直接在搜尋檔上面 打farmacy de garde好 然後後面打你的 城市名稱 然後你就按搜尋 然後出來的結果 通常不是第一個 就是第二個 然後我搜尋出來的第一個結果 是這個網站 第二個是這個網站 這兩個網站 都會有電話 然後 然後因為他們這些網站是 私人的 所以 這些網站是 你打電話要需要 是需要錢的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在這邊 打你的郵遞區號 像我這邊的話是 14000 然後 我的城 然後你就只要打一個就好 然後找搜尋 然後這邊也是 一樣是 同樣的方式 你直接搜尋 或是你直接打這支電話 可是我們就是不會打電話 所以我們直接搜尋之後 他就會告訴我說 他就問我說 因為我今天不是禮拜天 所以 我現在找到結果 會有很多個 他就會告訴你說 在這個時段 像這是 6點 7點 8點 9點 10點 11點 12點 然後你就選一個 然後按確認 像半夜的話 基本上只要過了 8點之後 就沒有電開了 他就會告訴你在哪裡 然後是哪個路段 然後在哪裡 這樣 你就可以直接過去 買你需要的藥 我覺得他這項服務 算是還蠻便明的 至少 可以在你有困難的時候 有個地方可以去尋求幫助 那我要再跟 本身有長期在吃藥的朋友們說一下 就是 如果你長期有在吃像是過敏藥 或什麼之類的 台灣的藥通常他會給很重的 也不是很重 就是台灣的藥都會有抗生素的問題 在法國的話是不可以給抗生素的 所以他們的藥不會有所謂的藥物成癮的問題 這是阿仔告訴我的 你來這邊的話你可能會覺得 為什麼吃藥好像沒有很有效 像台灣的話你可能吃三天藥 你覺得病就烤了快一半了 可是在這邊的話你可能吃了 好幾次拿了好幾次藥 你還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改善 這邊的吃藥的速度會吃很長一段時間 因為我們抗生素用的比較重 我有個朋友他是韓國人 他長期有在吃抗過敏的藥 他對很多東西都過敏 像是核桃類 還是空氣裡面有太多浮游 東西 對他就很容易過敏就對了 結果有一次就是半年前吧 他不小心就是又復發了 然後他的狀況是他眼睛會很腫 腫到沒有辦法張開 然後會有很多黏液 就是讓他眼睛完全沒有辦法張開 可是他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看了他的藥單之後 所以你們記得要帶藥單來 醫生看了他的藥單之後 說你這些藥的藥效都太重了 法國沒有這種藥 我們沒有辦法給你那麼重的藥 去治療你的東西 我們只能給你東西去減緩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給你任何的治療 除非你要去大醫院開刀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 他只好買一張機票直接回韓國 然後一次再拿大量的藥回來法國這邊 所以說如果你是長期有在吃藥的人 或是你對什麼東西很容易過敏 或是什麼之類的 或是你自己本身有藥物過敏 任何種種因素 記得你自己要帶藥單來 然後你來之後的第一件事情 最好就是先去看醫生 你不要等到發生了才去看醫生 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有點遠水救不了靜 我會變得跟他一樣 就是變成他還要再買一張機票飛回韓國 然後過一個禮拜治療完之後再飛回來 今天這影片終於拍完了 我拍了四個小時吧 然後我前天也有拍一次發現太難拍了 所以我今天又重拍 希望這支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然後如果我有講錯的 或是有人想要補充的麻煩在下面留言給我 因為我自己也很想知道 我也不想要遇到狀況之後 這都是我自己遇完狀況之後 我才有的東西 所以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來法國之後 當然還是不要生病是最好的 有問題麻煩下面留言給我 有任何想看的主題也麻煩下面留言給我 我會盡量拍成影片給大家知道 希望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那如果想追蹤我更多幾十動態的話 請去追蹤我的Instagram 或者加入Facebook粉絲團 然後有問題也可以私訊我 如果不是太笨的問題的話 我應該都會回答大家 好 那今天就到此結束了 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啊 掰掰